无法现回忆录 岁月艰难 第十五章 接下囚 第五节 唐山地震 1976年7月28日凌晨 我正在睡梦中 突然感到房子在摇晃 接着墙灰飞扬 楼上堆放着的蜂窝煤都倒了下来 在二十分钟里 连续三次 一次比一次厉害 楼外人声呼喊 地震 地震 看守人员急忙拉我下楼 我连衣服都没有穿上 就是一件背心和一个裤头 过了一会儿 他们才给我拿来了衣服 当时天没有亮 他们叫我蹲在一棵大树下面 谁也看不见我的地方 天亮以后 他们又带着我东躲西藏 最后在两行树中间 用几根木棍支起了一个地方 四周用床单一围 里面放一把椅子 就叫我在里面坐着 他们则围坐在这个检疫的棚子外面 中饭和午饭都是看守人员打来吃 等到下午传来消息 说是距离北京300公里的唐山地区发生了大地震 地震的详细情况还不清楚 只是通知暂时要住在外面 因为考虑还有余震 看守我的那些人家大多都在济东一带 所以他们都担心家里的安全 他们拦截住来往的人员询问情况 但谁也不知道 电话断了 公路也不通 因此无从查询 就在这时 这个团的政委来看了一下 他决定调一辆大卡车来作为我的临时营地 他们把这辆卡车盖上塑料膜 车厢内给我搭了张床 并且放了一张小桌子 一把小椅子 还给了我一个收音机 可以收听广播 两个看守人员搭了一块铺吧 轮流和我睡在一起 其余的人员则在地上搭铺休息 汽车白天开到树丛里 晚上再回到草坪前 三天以后 王团长决定把汽车固定在一个地点 他选择了一个长有两行大树的地方 把汽车开进去 树荫蔽日 白天阴凉 在汽车附近他们架了一个煤球炉子做饭吃 催食用具都放在地上 厕所扒在不远的 矮墙前面 四周用树枝围起来 整天不准我下车 晚上九点部队熄灯以后 就让我下来活动一个小时 由他们指定一个地方 在那里转圈 看守人员就在四周看着 几十个看守人员白天不出操 不学习 天天打扑克 有时要打到两点 他们也搭了个棚子 但是盖不沿漏雨 下雨时在里面根本无法睡觉 从七月下旬到九月上旬 在北京是雨季 那一年有一段时间几乎是天天下雨 有时候是倾盆大雨 遍地是水 道路泥泞 无法行走 当时部队和家属通通搬出了营房 大家都在树下面搭起了棚屋 老人和孩子们住在一起 他们在北京市的家属还一家一家的搬到营地来 和他们一起住 就在部队吃饭 部队的负担很重 这样一来 营区内的清洁卫生成了大问题 天气又热 苍蝇蚊子特别多 给我做饭的炉灶和汽车几乎都要被苍蝇包围了 晚上蚊子咬的人满身是包 我的肩上 腿上 脚上全都咬烂了 点上蚊香 打上滴滴味 也都无济于事 最后部队里的传染病大发作 拉利己的人也不少 我也被传染了 幸亏有医生治疗 很快止住了 这个季节是三福天 几乎买不到什么青菜 我的伙食也就降低了 有时候就吃咸菜 但是他们还给我一点水果 维持我身体的营养 我生活在车上 虽然车是停在两排大树的中间 但是夏日炎炎 仍然可以晒透 中午以后 车内常常会达到40度 我在车上闷热难受 用水又非常困难 早上他们给我一盆水 擦擦身子 晚上只给半盆水洗脚 从7月下旬到9月中旬 我整整50多天没有洗澡 身上臭烘烘的 到了8月底 天气转凉 但是仍然不让进楼房 由于外面睡觉很冷 有的看守人员就悄悄地溜进去睡觉 我请求回到房间里去 但是他们不同意 说是预测还有地震要发生 北京市区的人现在也都住在外面和公园里 有人说唐山大地震对北京天津的影响很大 天津的房子倒塌了很多 死的人也不少 北京的房子也有倒塌的 颐和园的围墙就倒了 至于唐山 基本上是没有了 他们猜测死的人有多少万 我在报纸上没有看见过公布确实数字 地震半个月以后 看守人员的家乡开始来人了 他们说到地震的情况 有的房屋倒塌 但是还没有人员伤亡 有个副连长家里房子全部倒塌 但是全家11口都活着 以后大家纷纷叫家人来探亲 看到他们一家一家的团聚 我也很高兴 就这样 我们在外面一直到9月中旬 地震的警报终于解除 我回到了楼里 咯 就这样 又 都